- 大家好 我是崔咪 今天呢 要跟大家分享就是韓國最近很夯的好物 就是呢 它一支呢 結合了就是粉底 然後遮瑕 防晒 保養跟抓取 五合一的 厲害的一個BC雙方 因為以往呢 我們都會使用BB霜 或者是只有BB霜 那BB霜大家知道 其實它有時候直立會比較厚重一點點 那BB霜呢 它又非常的薄透 所以說上完之後呢 其實它的遮瑕力不是這麼夠 所以呢 現在韓國它就有推出一個很厲害的東西 它是BB霜棒 然後它SPF有45喔 非常非常的高 這一支呢 我們會抽獎送給大家 非常非常清楚了 外面這一圈是BB霜 裡面這一個是CC霜好 那另外一頭呢 它是馬毛的刷具 可以幫助就是我們的妝效 非常的服貼喔 然後這個BC霜棒呢 其實我們還暱稱它叫毛孔橡皮擦 因為它其實就是 結合了BB霜跟DC霜之外呢 它另外一頭有這個刷毛的色情 它就可以呢 在 像是有毛孔的地方就是生乳 所以我們今天會拿檸檬來測試 好 它這個是21色 那自然色呢 我們就是適合 我們就是適合 膚色比較健康的人 那我們今天呢 會使用就是 檸檬呢 來測試就是毛孔的遮瑕度 它真的很滑 因為檸檬好乾喔 它也可以塗得動 如果你一般使用 這種粉底類的產品的話 其實直接上的話 粉底呢 都會在毛孔的邊緣附近 它不會幫你修飾 反而會讓你的毛孔那些更明顯 所以呢 我們要用另外一端的這個刷子 輕輕的 旋轉 這樣你就可以看到呢 像是這種凹出不平的地方 它都可以修飾到了 然後呢 如果像是這個斑點的地方呢 我們就可以拿手起來 稍微的再用手按壓 可是你們看 其實手還不夠刷子這麼細緻 手弄上去的話 其實這種凹凸凸的感覺會更明顯 所以呢 我們再用這個 它附的刷子呢 稍微的點它 它就會讓妝更甜甜 然後我們可以依照就是 自己肌膚的狀況 決定要不要再鋪膜了 所以呢 這次檸檬的測試呢 就可以看到我們這次毛孔的修飾度是非常好的喔 那接下來呢 我們要試用在臉上了 那首先呢 我會先把這個BC狀就是 塗在臉上 那我現在這個妝感是非常非常完整的妝感 一個T字 然後 一個小B 然後一個小B 然後臉頰的話 不要太多刀 這樣就好了 因為我發現它的遮瑕力實在太好了 所以它一點點 其實它可以延展很大蒼臉 所以真的不需要太多 會覺得你的妝有點過分精緻 看你自己想要的妝感 然後呢 接下來就用這一邊的麻毛的刷頭 輕輕的把它推開 然後 嗯 臉頰的地方可以用旋轉的方式 那痘痘比較多的地方 或者是你需要比較遮瑕的地方呢 你可以用這樣子壓的 就不用把它推開 我覺得這款就是很適合很爭很懶惰的人 或者是 嗯 出學彩妝 你不想要買太多風趣的人 那先跟大家講一下 為什麼剛剛這邊要用刷具旋轉的方式 因為我們這邊比較容易有毛孔 所以這邊要打圓的方式 會讓你的毛孔隱形 然後上完第一層之後呢 我們接下來就是局部的遮瑕 局部的遮瑕 然後我一樣是用二一色 我覺得它就是非常非常的水 抖抖的地方 半壓 這樣這個方式 刷子在按壓的時候是按壓 那個 痘痘的周圍 那因為我這個裡面現在已經沒有濃了 它是 就只有色素而已 這樣遮瑕 那如果今天你是一個有濃的痘痘的話 會建議就是先擦一點痘痘的藥 然後再遮瑕 因為有些人會覺得說 那我長痘痘還能夠髒東西嗎 當然還是要遮瑕 但是你要先用一個東西去隔離 底妝跟你的痘痘 才不會讓他的發炎更嚴重 底妝就這樣完成囉 其實前後花不到一分鐘吧 超級換好了 然後我剛才說 就是如果呢 你是一個喜歡你的妝很精緻的人 你就是T字畫大一點 然後這邊臉頰可以扇到 下發一個V嘛 但是TV這個東西是基本的 一定要這樣用 然後呢 這個23號可以怎麼用 因為它這個顏色比較深 所以我不適合上在這個地方 所以我可以上一點點 譬如說我這個可以上在我需要修容的地方 然後一樣呢 用這個刷子 輕輕的刷卡 你就會覺得呢 你的臉瞬間又小了一號 就是整個 又會感覺比較修飾 用兩個顏色 來創造皮膚的立體感 那因為呢 我覺得它的妝感 非常就是現在韓國女性 他們很流行的這種光澤的妝感 所以它其實皮膚會感覺是 從裡面透出來的光澤 那如果你要保持這個光澤感的話呢 接下來呢 就是可以用腮紅膏 上在兩頰的地方 散戴了頭 保留你兩頰的光澤 我會建議呢 就是我們可以在 下巴跟T字的地方呢 容易出油的地方 上一點點透明的蜜粉 我們保留兩頰的光澤感 旁邊這邊也可以上頭髮 就只讓兩頰的地方是有光澤感 這樣的妝感呢 會感覺你的蘋果C啊 貴婦C 會感覺比較 紅 然後比較年輕這樣 接下來呢 就把瀏海放下來 然後我們就可以上一個 唇彩 就完成了這個妝感 它又不會很厚重的感覺 因為它有光澤感 就會覺得好像是 你原本皮膚的光澤這樣 然後我們的唇彩顏色 都用的很自然 那我就是在韓國的時候呢 我的底妝呢 是用二一色 它是比較白皙的顏色 你的底妝感就是 非常非常的 就是很 就是很保濕 就是非常保濕 然後你靜靜一推 它就貼妝了 根本不用擦 任何的妝前保養的東西 我今天就會在韓國來測試 這個的持妝程度如何呢 等一下我們就出去觀光吧 現在韓國在下雨 所以我的頭髮已經全部都毛掉了 很可怕喔 好 然後來看我的妝 我是覺得 它的妝其實還算是很貼 因為它夾那個保養的成分在裡面 所以其實它的妝很亮的很貼 然後因為我上的蜜粉 也是一點點透透的蜜粉而已 還是很貼都很漂亮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大家好 然後我現在要來挑戰就是 車上的快速化妝 就是用這個 VC雙綁 那首先呢一樣是 二一色 淺色的話先指來這邊 這邊 我是用小小的T跟小小的B 輕輕的推開 如果你們覺得有點晃的話是正常的 因為這個車子正在開著 開開 那它本身其實你跟卵妝前不用擦任何東西 它就非常非常的快速 然後它本身也有防曬系 所以在 需要遮瑕的地方加強 那種痘痘這個痘化的地方 然後我們要修容的話呢 我們就使用另外一色 二三色 再來譬如說像我 咬雞這邊比較肥大的地方 這邊點就好了 然後一樣用另外一邊的刷子 刷開 然後稍微拉壓一下 好 然後呢 我個人塞上一個塞紅 感覺氣色比較好 很畫面 因為車子在動 這樣就有氣色 然後記得上一點 透明蜜痕 是在容易出油的地方 兩家就保持光澤感 然後最後就是春牌 完成囉 好晃喔 好 那我的彩妝就這樣完成囉 這很快 而且其實它的妝效是很好的 就是它的遮瑕力啊什麼都夠 挑戰大成功 然後使用的是這個 韓國的VC雙棒 成一個三分鐘 在車上就可以完成的彩妝喔 是不是非常簡單呢 那剛才呢 我們就只有挑戰 在車上 用VC雙棒化妝 其實就是非常的快速跟方便 而且呢 因為請你臉上不用擦任何的東西 你就是可以立刻的上妝 這樣子 它本身的防災係數也非常的高 然後今天的挑戰就這樣完成囉 然後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分享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喔 然後我們今天的這個影音呢 會抽獎 就是 我們會抽出 一支就是 VC雙棒 你可以留言在底下 說你是明亮色呢 還是自然色 那我們會抽獎 就是這個影音發布的 七天之後 我們會抽獎 希望你們有機會可以試用看看 這個韓國最厲害的底妝產品囉 就這樣 掰掰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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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 會 那